今天的话就是想跟大家我们一起就是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勒的用法 老师们可以看见我的PPT吗 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 好的 好的那老师们如果可以看得见的话那我们我们就开始了 好的老师们可以看见我把我们今天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 我写了一个勒一和勒二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们就是我们的勒一老师们觉得是和勒二有什么不一样 各位老师 老师们知道我们把哪种勒就是勒在句子中的哪个位置我们把它称为勒一吗 老师们听得见对吧 动词后是不是 对着对的对的动词后 那我想问老师您说是勒一还是勒二 我也不太清楚勒一还是勒二 就是我就是知道就是勒一 用一种勒我们用动词后就是过去的事 勒二就是句子就在尾巴就在尾巴的勒 是的是的好的老师们我们今天我分为勒一和勒二 勒一就是刚刚我们这位老师说的我们用在动词后 然后呢用在句子中间的我们把它称为勒一 然后勒二的话我们一般用在句末 然后勒一呢我们汉语中把它叫动态注词 动态注词 然后勒二的话它叫语态注词 语态注词 老师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勒一勒二的话它是根据我们就是中国一个语言学家 吕书香先生的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 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用过这本书 就是如果我们有就是想查一个词的意思 这本书是一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 然后呢我们说勒一呢它主要用在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完成 如果动词有编语呢我们勒一用在编语的前面 老师们看我写的这个红色的这个句子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这个这个句子的话 它的动词是哪一个呀 这个 这项工作我已经完成了一半 老师抱歉的很 我这里没动呢 我看看吧 没动呢 我看您是 是电脑有问题是吗 应该是我电脑有问题 没关系没关系 您继续讲 我就不用 好的 好的 在这个句子中我们说它完成是我们的位语动词 对不对 所以勒用在它的动词后面 然后勒二的话它主要用在句末 然后呢我们主要它说它是就是事态呢出现了变化 或即将出现变化 这是我们勒二 比如说我们说秋天的叶子红了 对不对 这个勒它表示我们的叶子就出现了一个变化 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红 那今天呢 我们主要呢 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勒一 因为老师们也都知道 我们的勒的用法呢 说简单也特别简单 从我们的初级开始也就学 但是你说难的话 到高级的学生 有时候还是不知道我们勒要怎么用 那我们就先看一下我们的勒一 好 老师们我现在我们呢 先介绍一下我们勒 勒一 最重要的用法 这个勒 不好意思 我们最重要的用法 大家老师可以看到 它表示什么 我们经常给学生怎么解释的 老师们是这样的 我们经常呢 学生问的时候 就是我们用勒的时候 刚开始我们给学生解释的时候 都说啊 你看我吃了一个苹果 对不对 都是过去 我写了什么作业 也是过去 这是我们最常告诉学生的勒 表示过去 对不对 勒表示过去 然后呢 我们先看勒最重要的 就是事件的发生或者完成 我们说汉语中的这个勒啊 我们说只用在过去的事件 不用在过去的形态 老师们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 老师们觉得这个句子对吗 他以前喜欢了他 现在不喜欢了 老师们觉得这个句子对吗 应该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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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如果不对的话 是哪里不对 动词的这个 应该是这个 喜欢这个动词 应该是这个勒是 不可以用的 我以前喜欢他 现在不喜欢了 不要用了 第一个勒不要用 对 第一个勒不要用 这也是 我现在就是老师们 我现在教的学生 他们也是高级的 有学生就 他们就很喜欢用这个勒 他说 我以前喜欢他 那以前是过去啊 我为什么不用勒 他们就一直很奇怪 然后下次老师们 我们就可以跟学生解释 说我喜欢他是一个状态 因为 过去的一直喜欢他 对不对 一直喜欢他 过去的事情 所以的话 我们 可以在这里面 不要用勒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 勒的一个用 一个用法啊 事件的完成或发生 那我们看第二个勒 老师们看一下 第二个勒的话 我们说 经常用在表示事件 发生的一个先后的顺序 先后的顺序 比如说 我给老师们的句子 大家看一下 我明天下了课 就去您那儿 老师们 你们觉得这里 这里有几个事件 就是也就发生了几件事 两个 两件事 对 第一件事是下了课 对 是将来的 然后去您那儿 第二个事 对 第二个事 所以它是有时间的 一个先后的 对不对 对 那 我想问你老师们 就是关于这个表示 发生的先后顺序 就老师们 有没有其他的句子呀 有没有其他的句子 比如说 我说 哎呀 我 我吃完饭 我吃完饭 就去看电影 我吃完了饭 就去看电影 可以吗 老师们觉得 我说这个句子 不可以 不可以 我吃饭以后 就去 我吃饭以后 我吃完了饭 是吗 我吃了饭 对 我吃了饭 就去看电影 是吧 就是这样 对 对 其实可以 其实就是两个事嘛 他我先吃饭 后看电影 对不对 不看电影 好的 这个其实不难 就是我们把第一件事加勒 第二件事不要加勒就可以了 就表示时间的一个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 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二种勒 然后呢 我们第三个 第三个 主要事件的一个标志 老师们 这个我们看一下 这个勒 可能我们不是经常用的 你看 我们说这个表示事件 有时呢 即使是过去 也是事件 也不一定要用勒 用勒 我们说 昨天去哪了 B回答说 父母前天 来了上海 看我妹妹了 我妹妹打电话告诉我 我就去上海勒 那我问一下老师们 这个B 你们觉得这个句子 对还是不对 不对 这有勒太多了 勒太多了 那您告诉我 这里面有三个勒 对不对 那您觉得哪个勒不要 哪个勒不要 A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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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B B里面老师 有一二三个勒 哪个勒不要 第一个勒不要 第三个勒不要 第二个要吧 第二个要吧 是吗 第一个勒不要 第三个勒不要 老师我认为呢 最后的勒不要 但是我这里看 不见这个句子 说 您说了这个句子以后呢 我心里想 还是这个 最后的勒不要 是吗 好的 有的老师说 第一个不要 第三个不要 我们还有老师说 第三个不要 第一个不要了 第一个 第一个百分之百不要了 OK 第一个百分之百不要 那第二个要吗 第二个好像也不要 第二个好像也不要 那第三个呢 那我妹妹 我妹妹把电话告诉我 就去上海 好像第三个也不要 好的 来 我跟老师们 我们说一下 第三个可以啊 第三个可以 因为就是那个 动作比较快 就是我们用旧乐 旧乐可以 可以留下了 没问题 我问一下哈 你看哈 就是 打电话 是不是发生在过去 对吗 嗯 然后来上海 看妹妹 也是发生在过去 对吗 嗯 都发生在过去 我去上海 也发生在过去 那我问一下 老师们 你们觉得 这三个 这三个句子啊 哪个最重要 就是父母来看妹妹重要 还是我 妹妹打电话给我重要 还是我去上海最重要 你们觉得哪个重要 父母来看我 父母来看我 其他老师一样的 对吗 好的 我跟老师们说一下啊 在这个句子中呢 不是不是 最重要的 我就去上海了 对 我就去上海了 就是结果 结果 就是那个 上就 就是介绍原因 可是那个 后就介绍 那个结果 所以 结果 就是最重要的 是的 这位老师说太好了 真的 是的 是的 我们最重要的是第三个 我就去上海了 所以啊 刚刚有老师说了 我们第一个勒 他就不要了 看到没有 就是上海 来上海看妹妹 她是过去 然后呢 妹妹打电话呢 也是过去的事情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 去上海 所以我们最后一个勒 一定要要 明白吗 一定要要 它是这样的啊 我们说啊 就是在有几件事情中 我们说 选择最重要的 那个事件后 然后加一个勒 老师明白吗 所以呢 这个 大家看啊 这个勒也不要了啊 老师明白吗 这个勒 我没有写 但这个勒是不要的 正确的句子 是要 对 这个勒也要 这个勒可以不要看 父母前天来上海 看我妹妹 我妹妹打电话 告诉我 我就去上海勒 明白吗 嗯 对 就是 老师们 主要是我PPT 做的有问题啊 就是 它是这个 第一个勒 第二个勒都不要了 我们只选择一个 最重要的 一个事件 后面加一个勒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 勒也的这个用法 老师明白了吗 这个啊 那我们看一下 那老师 来我看一下 前面这两个句子 我看完这部电影 就去吃饭了 我看完了这部电影 就去吃饭 老师们觉得 哪个句子 两个句子对 老师们觉得 这两个句子 有什么不一样吗 然后就 就根据我们刚刚 一二三三个 对不对 勒的功能 第二个句子 表达的是 表示的是将来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这个是第二个句子 我看有老师说 第一个句子是过去的事情 第二个是未来 对 对 我现在 我们这个句子啊 我让老师们选择 选择 是因为我们刚刚 有三个功能 对不对 表示过去 然后呢 表示事件的 发生的先后 还有表示主要事件 对不对 那 来 老师们我们看一下 我们第二个句子啊 第二个句子 看完了这部电影 就去吃饭 我跟老师说 就什么什么了 这个的话 是我们的先后的顺序 第一件事呢 先看 电影 第二个呢 是吃饭 老师们 就是我们把勒 放在看完的后面 表示 表示我们看电影 是先发生的 然后吃饭是后发生的 是这样一个解释 老师们 关于这个句子 有问题吗 可是我觉得那个第二个句子最好 有可能用八字句 怎么说 我把这部电影看完了 嗯 这样可以吗 采取 如果用八字句呢 要加上那个采取看 采取吃饭 第二个句子是不是有问题 就是我把这句子没有问题 去吃饭 是吗 嗯哼 对 如果老师 如果您用把的话 就是我把这部电影看完了 我把这部电影看完 没有勒 不用勒 我把这部电影看完 就去吃饭 这个句子对吗 是对的啊 这个句子是对的 比如说妈妈说 你赶紧去吃饭 我说啊 我把这部电影看完就去吃 因为就可以 或者刚刚老师说的 我把这部电影看完 才去吃饭 那意思吃饭吃到晚啊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语法 表示吃饭吃到晚了 我跟老师们说一下 我看完这部电影就去吃饭了 这两个句子其实都对 因为我们只是想表达的 勒一的用法 老师们看到 勒一的用法 所以他用的是动词的后面 第一个动词后面 看完勒 看完勒 那我问一下老师们 我们第二个句子呢 就这个 有可能把勒 放在 朱末 可以吗 哪个 哪个句子 就是我 我看完 这部电影就去吃饭了 就是 我觉得这个对的 老师 来 这是我们后面要说的 勒二的用法了 是我们后面说的 因为勒二 它是放在句末的 放在句末的 我们现在是 我们先说这个 就勒一的 它是放在 我们第一个动词的后面 看完电影 是这样的 老师们 我们一会儿 就是先把勒一讲完 如果有时间 我们看勒二的时候 老师们就会明白 这两个句子 到底哪里又不一样了 我们都是回来再看 好吗 这两个句子 那 老师们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句子 我下车后 中国同学热情的帮了我搬行李 老师们 可以想想 我是不是要把拉方在心里后面 心里后面是吗 有其他老师有不同意见吗 帮我搬心里了 老师如果不用拉 可以这样说不用拉就行 我下车后中国同学热情的帮我搬行李是吗 对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如果你不用拉的话 你只是跟大家说一个事实 说一个事实可以不用拉 我下车后中国同学热情的帮我搬行李 也可以 但是我们这边就是想说过去发生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勒要放在哪里 在心里后边 首先我跟老师们说一下 我们勒一和勒二 其实有一个就是 你的意思是我下车后还是 跟前面没有关系 我下车后是正确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正确的 问题是在后面 把这个勒要放在哪里 是这样的 我们找动词 找动词 老师们这个句子里面有 那个搬就是动词 是的 搬是动词 所以我们这个勒 要把这个勒放在我们 搬的后 要放在搬的后面 对我下车后中国同学热情的帮我搬了行李 这样我猜有的老师可能现在都在想 为什么要放在搬后面对不对 肯定有老师有的不明白 为什么要放在搬后面 来老师们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勒 到底要怎么用 我们后面 我们来一起看 因为搬是那个目的动词 搬是目的动词是吧 对 他们热情的 为什么呢 热情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 接我和搬 搬我搬行李 所以最重要的动词就是搬 对最重要的动词是搬 对对对 是的 所以要把勒放在最重要的动词后面 好 我们老师给的解释放在最重要的动词后面 那老师们我们继续看我们后面 看了之后老师可能 其他老师虽然没有发言 然后我们就会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放在搬后面了 我们继续看 来 老师我们看一下动态注词 我们说勒与形容词和动词 对不对 到底勒要放在哪里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有些动词和形容词呢 可以带勒 有的呢不能带勒 我们现在说的都是勒一啊 和勒二没有关系 勒二就放在句末 我们现在不管这个 不管勒二 然后呢第一个我们说 动词能带勒的情况 第一个是行为动词 老师我们看一下 说还是什么听打写 看这些都可以带勒 这可是我们就是教给学生的时候 是最简单的一种勒了 对不对 第一个什么妈妈昨天买了一只鸡 这篇课文我已经写了十遍了 我们只看这个勒 第一个写的后面这个勒 只看这个勒 这是我们最简单的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们 如果用买或卖 老师们有没有什么句子呀 这个买或卖 因为这个初级的话 学生肯定会学到这两个词嘛 请问老师们 我说话老师们听得见吗 好像是 是不是网络有点问题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们 就这个买和卖 就是老师们有没有句子 就是我们说带勒 带勒的可以带勒 你说我买了很多月饼 马上到中秋节了对吧 对啊 是的 我买了很多月饼 那我卖了很多月饼 好像不可以说 要用把自己吃吧 我把很多月饼卖了 买了卖了是吧 或者卖掉了 不用吧可以 不用吧真的可以 比如说你卖了多少月饼啊 我说我卖了很多月饼 是可以的不用把自己 在这里 因为这个是我们最简单的乐的用法 因为这个是我们最简单的乐的用法 就是前面跟了一些听啊说啊读写这些 这是我们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下一个 我们下一个带乐的 我们看一下就是状态动词 这个也是我们什么想啊 爱怕恨喜欢都可以带 老师看我给的句子是 我想了很久 还是没想起来 这个人是谁 这个乐 还有爱乐乐 爱乐十年的人 想忘记很难 这是我们这些词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 那用这个怕 比如说用这个怕的话 我们有什么句子啊 老师们只要记住啊 就是把这个乐 就放在这个怕的后面就行了 可不可以这么说 小的时候我怕了鬼 我怕了鬼 在这个的话 小的时候我们 已经有过去的表示是吗 这个的话 是我们 您说的是一种 它可以算是一种状态吧 因为您怕小时候怕鬼 对不对 它是不是说你只怕那一下 可能你就一直怕 一直怕那种 它是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就不用这个 对 你直接说 小的时候我怕鬼就可以了 比如还有吗 老师你们中国人经常是这样说的呢 比如说你别害怕了 我就给你自己别问了 但是这个应该对于我们这些的例子不太合适 但是中国人经常说呢 你别害怕了 是吧 你别害怕了是吗 对对对 你别害怕了 对 这样说 这个你别害怕了 就是了 一般我们放在后面的话 放在后面的话 就是 它希望你这个事 让它完 让它结束了 知道吗 这不是 对 我知道这不是什么过去的事情了 对 它就让你 让你害怕的这个事情结束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了的用法 这样比如说 我说一个句子 看 比如说 我怕他 比如说 我怕他 比如说 我害怕 我怕他怕了十年 可以吗 老师觉得这个句子可以吗 我怕他怕了十年 对 意思就是说 我十年 在这十年中间 我一直怕他 可以吗 可以吧 但是很少见这样子的句子 对 很少见这样子的句子 是不是 但是就是我们说 这种句子 它是可以带的 老师如果您学的 怕 你很少用 但是如果是恨 看到了没有 就这个词 嗯 这个绝对就不少用了 比如说 我恨他恨了十年 这绝对是真的 是不是 或者我讨厌一个人 我讨厌他 讨厌了 讨厌了很久很久 可以吗 嗯 这个词 我讨厌他 讨厌了很久 对不对 意思是 一直在讨厌 是吧 一直不喜欢他 对 可能是 就是 比如说 你看 我想了很久 我讨厌了很久 对 这个都是可以用的 就这种 这种动词 我们都可以用 讨厌 喜欢 恨 这些 都可以带乐 然后 这是我们这种词 然后我们下一个呢 我们说的是 趋向动词 趋向动词 就是我们来 去 过来 过去 对不对 这些词 还有上 下 下来 上去 我们都可以带乐 都可以带乐 我们看这个句子 他 慢慢的 爬上了 树的高处 我们这个 上 对不对 我们是上 然后呢 从远处 飞过来了 一只鸟 我们的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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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过来 一只鸟 在这种的话 就是老师们 以后就看到这几个 这种趋向动词的话 你都可以给他带乐 那 我想问老师 就你们教的时候 有没有这种 就是和趋向动词 一起带乐的句子 不知道老师们有没有 老师当然有 比如呢 就是我们用的 有 老师您 请问 我们有哪位老师 可以给个句子呢 跑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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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对对对 我想 老师们看一下 我给的这两个句子 老师看有没有 是不是爬上了 我后面是不是 还有个冰语啊 嗯 看 飞过来了什么 鸟 所以嘛 所以就是老师们 用的时候 用这个勒的时候啊 后面 后面加一个冰语 然后我也知道 这个句子 它就是 是真的发生在了 过去 嗯 好的 那这个 我想问老师们 这样可以说 那个从门出来了 一个帅哥 可以吗 啊 从门 从门内 从门 就是 对 房间里 或门内 对对对 一个帅哥 可以 可以可以 非常好 是的 对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用 我们把勒 放在他的 去向动词 后面就可以了 好的 那这个是 我们的这个勒 老师们 还有那个 这个的话 老师们 还有句子吗 如果觉得可以的话 我们就继续 嗯 现在可以继续 我觉得 好的 那老师们 我们就是 这我们已经说了 三种动词了 可以带乐的 第一种呢 是我们的 就最简的这种动词 我们的行为动词 然后呢 第二种呢 是我们的状态动词 爱 恨 这些 第三个 去向动词 然后呢 我们第四个 第四个的这种 第四个这种 那老师们 我们看看 叫关系动词 关系动词 比如说 在 在于 是 属于 存在 属 这些的话 我们是不能用勒的 比如说 比如说 明天我们 大家都去公园 明天我们 大家都去公园 去不去 去不去 在于 在于你自己 在于了你自己 老师们觉得对吗 嗯 对对 老师我再说一次啊 我说 明天我们所有人都去公园 去不去 在于了 在于了你自己 你不能 不能 不能 不能是那个 在于了 不能说 在于你自己 喂 在于你自己 就在这种的话 就是 它是一个关系 动词的话 我们不能说 不能说 跟勒没有关系 那这个句子呢 这支铅笔属于了我 意思就 这支铅笔 这支笔是我的 好像这样也不对 这支铅笔属于我 对 是的是的是的 这支铅笔属于我 在这里我们就不用勒 我们不用勒 这种词哈 我们都不用勒 这种词 老师请问一下 就是那个 取决于 也不可以用勒 是吧 哪个词 就是那个 取决于 取决于是吗 对 是的 是的 取决于也不用勒 因为它也是一种关系 关系动词 对 好的 对 想不想好好学习 取决于你自己 是不是 对 我们说取决于 好的 那这是我们的这种 刚刚我们说的 都是动词带勒 对不对 动词带勒 那老师我们看一下 我们形容词 哪种形容词可以带勒 哪种形容词不能带勒 我们看第一种 我们叫谓语形容词 就是说这个形容词 是可以做谓语动词的 做谓语的 我们说大小矮 多少高 可以带勒 他说我看的 给的这个是 哥哥比弟弟高了 十厘米 你觉得我写的这个句子 好像 你们觉得我写的对吗 其实我应该 以前没有 现在就高了 没有没有 其实这个我应该把弟弟写在 写在前面 那我问一下 就是我们说 你看 这个Tony 他一百公斤 对不对 我们说约翰 他八十公斤 那我想问老师们 我们用这个句子 用这个勒 怎么说呀 这个 他一百公斤 他八十公斤 我们要用勒 比如说他的体重怎么样 那如果 如果我们拿两个人比较的话 那就 我们要说 穿一条红色裤子的小丑 比穿那个蓝色裤子的那个小丑 少二十公斤 对吗 少了 不是少 肩了 肩肥了 肩了 减肥了是吗 肩了 不是 在这种句子 老师们 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中国人 有时候这样表达 比如说 这个人一百公斤 对不对 他八十公斤 有的人这样说 他的名字叫托尼 这个叫托尼 这个叫约翰 我们说 约翰比 托尼比约翰多了二十公斤 听过吧 大家是不是也听过这样说 托尼比约翰多了二十公斤 对吗 对 意思有点不一样 是吗 其实在这个句子 它其实一样的 一样的 对 一样的 多了二十公斤 跟那个多二十公斤 其实一样的 如果你想表达不一样 如果你想强调的话 那你把二十公斤 那个声调 再重一些 比如说 它比它多了二十公斤 老师 你听不懂 我都不一样 我不太明白 意思是 就是怎么说 一直多二十公斤 还是 它一肩没那么胖 然后就发胖了 所以 它多了二十公斤 所以多了二十公斤 是吗 对 那也可以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在一个 就是在一个谈话的 就是一个语境中 语境中的话 可以就是老师您刚才说的 它以前没那么胖 现在胖了 多了二十公斤 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这样理解 嗯 对 如果只是简单的表达 有没有这个 意思是一样的 明白了 对 在这里是一样的 就是多二十公斤 多了二十公斤 都可以 这是我们的这个形容词 大小这些 那我们看我们这个 这种的话 非位于形容词 就是说我们说彩色 对不对 彩色是个形容词 比如说彩色的花 彩色的气球 对不对 都是形容词 然后我们说 这种形容词呢 不能带勒 男女 这种大型 不能带勒 那老师们看一下 这个句子大家觉得对吗 肯定不对 肯定不对 对不对 这是一条什么 大型 犬 对 大型犬 我们说 说狗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大型犬 或小型犬 就可以了 那这个句子呢 他最近能有很多 这个 老师们我告诉大家 男它是形容词 它不可以 对不对 那如果想 肯定不可以 对 肯定不可以 那我问老师们 就是如果你想让这个句子变成正确的 怎么说 它最近难了很多 肯定不对 对不对 那我想让它变成一个正确的句子 要怎么说 在这儿难的意思是 就是它最近有比较大的男人文是吗 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可以 所以老师您刚才说这个词要怎么变 嗯 它最近难很多了 可以吗 不可以啊 因为我们说这个难 它是非语形容词 就是它这个形容词不能作语 它最近更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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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我告诉大家 这个要怎么 它就强了很多 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 强了很多 对 强当然可以了 因为强它不是这种形容词 它是另外一种 来 我告诉老师们 这个如果想把它变成正确的句子 怎么说啊 刚刚其实我们 那位老师名字 老师我不知道您的名字 但是您说的句子是对的 它最近难忍了很多 人了 对 因为难是形容词 但是男人是名词 对不对 在这里我们可以吧 就是汉语中老师们都知道 可以名词动用 听过吗 老师们 对不起 就是那个 它最近难忍了很多 怎么翻译 就是什么意思 这个句子 意思就是说 它以前 就特别像女生 你知道吧 对 就是或者它以前 就是说 它做事情呢 就是不像男人那种 就是什么事情都我来处理 我来做 它不是的 它比如说都让 比如说都让他的 如果他有妻子 都让他的妻子 你去做 你去什么 就是修理啊 你去做什么事情 但后来他说 他最近难忍了很多 就是说有什么事 我来做 就是说有什么事来我来做 你不要做了 老师 老师可以说女人了 也可以说 当然可以 可以 因为那个男人女人 它都是名词 它所以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男女是不可以 在这里 好的 这是我们这种不能带勒的 老师们记住了 然后呢 我们看我们的下一个 勒衣要放在哪里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 刚刚看那个搬了行李 对不对 老师们正在奇怪 是放在帮后面呢 还是放在帮后面 对不对 来 我们现在看 第一个 我们说 表示动作行为 已经发生过 实现的连动句 老师们 我们连动句 就是一个句子中间 出现了两个动词 两个动词 我们叫连动句 我们说 就是如果第一个动词啊 他那个动作呢 他那个动作发生了以后 再发生第二个动作 再发生第二个动作 我们一般 把勒放在 第一个动词的后面 老师们听得 听得清楚对吧 前提啊 老师们我们看啊 前提是这个 三个字 这个连动句 就是一个句子中 一定是有两个动词的 连动 那老师们 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 妈妈 只一件毛衣给我 一件毛衣给我 那这个勒 应该放在哪里 在给后面吧 老师我们看啊 不是不是妈妈 只了 只了一件 他这件毛衣给了我吧 来 不是写的是在第一个动词后 所以只了 是的 是的 在第一个动词后啊 老师们我们看啊 你看这个 我给大家看到 就第一个动作 先发生 妈妈 是不是只毛衣 先只毛衣 对不对 然后呢 再给我 所以我们在这种联动句中 把勒放在我们的第一个 支 支的后面 那第二个呢 老师捡起一张纸 扔进垃圾箱 捡起了 对 和那个是一样的 我们是捡起了 是不是跟数量有关系 因为我们有一件一张 所以我们要把了放在动词后面 这跟这个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为什么放在 放在支后面 捡起后面 是因为 他这两个动作是 先后发生的 先发生和后发生 这就是我们刚刚老师 我们学刚刚勒衣第二种用法 就是表示时间的顺序 记得吗 就是表示时间的顺序 就是把勒放在第一个动词后面 比如说老师还有什么句子吗 比如说 比如说 妈妈 妈妈 就是什么 端 老师知道端吗 端了 端了晚饭给我 可以吗 端了晚饭可以吗 对 可以吧 是可以的 就是妈妈 给我端了一碗饭 对 跟 这两个句子一样的意思 先做我 然后给我 对 对 是的 我刚刚说不是 我看了电影 我看完 我看了电影 我看了电影以后 就去吃饭 对不对 和那个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先看电影 再吃饭 老师 你记得吗 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可以这样说呢 妈妈给我 支了一件毛衣 可以吗 妈妈给我支了一件毛衣 是吗 给我 句子是对的 可以可以 有什么差变 我不太明白 妈妈给我支了一件毛衣 好的 那我问一下 其他老师们 对这个句子 有没有什么想法 就是 妈妈支了一件毛衣 给我 妈妈给我支了一件毛衣 意思差不多 但是 还是有点不一样 就是强调的问题 还是 对吗 还是 来 老师们我们看 就是这个 这个勒衣呢 就是勒 放在第一个动词后面 它只是表示 我们毛衣是先知的 明白吗 只是先知的 先知的 然后它给我 它其实 也可以给别人 比如说给奶奶 什么的 对 然后 刚刚老师们说的 那个给我 对不对 就是妈妈给我 支了一件毛衣 这个句子是吗 来 对 老师们 这两个句子 是一样的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 你们想强调 是给我 而不是给其他人 所以你把给我 放在前面了 老师们听懂了吗 明白了 就是强调 就是那个 差别 就是强调 对 就是强调 因为给我 不是给你 对不对 对呀 谢谢 谢谢老师 不客气 不客气 这是我们第一种 就是联动句中的 那我们看 我们第二种 这个勒 要放 来 老师我们看一下 也是联动句 也是联动句 和第一个不一样了 他说的是 第一个动词呢 第一个动词 他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的方式 或者工具 第一个动词呢 是方式或者工具 第二个动词呢 他是我们前面那个动词的目的 表示目的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勒一呢 我们勒一般放在第二个动词后面 第二个动词后 那比如说 我们说 爸爸坐公交车 去了学校 那我问老师们 这个工具是什么 公交车 对 公交车 对不对 我们的目的地 目的地是学校 对吧 所以在这种的话 你看 有两个动词 一个是做 一个是去 也是我们的联动句 在这种情况 我们把勒放在去的后面 就放在目的的 目的这个动词的后面 那我们这第二个句子 老师们觉得放在哪里 他用我的毛巾 毛巾擦了脸 不对吗 用什么工具 毛巾做什么 擦脸 那就擦了脸 对 是的 是的 应该是擦了脸 他用我的毛 不好意思 对 他用我的毛巾 擦了脸 是擦了脸 其实可以说工具 对不对 也是擦脸的方式 对不对 是用毛巾擦的 不是用手 对吧 那我想问一下 老师们像这种句子 老师们有没有 就是这种句子呀 就是表示工具 然后表示目的地 他用我的电脑打了字 他用我的电脑打了字 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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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字是目的 对不对 可以非常好 好的 那这个的话 老师们还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 我们继续 没有 没有是吧 好 那没有 我们看我们第三种了 来 我们看第三种 和第一 二种不一样了 第三种呢 是我们说的叫监语句 监语句 监语句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一个句子中呢 就是第一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啊 它的宾语 其实可以说是第二个句子的主语 它是同一个 同一个人 或者同一个事物 我们叫监语句 它表示动作和行为 已经发生或实现的监语句 乐意呢 一般放在最后一个动词 后 放在最后一个动词后 老师们看一下 公司派他去了上海 那我问一下老师们 在这个句子中 它那个监语是哪一个词 这是他 是的 非常好 是他 你看 我们公司派他 对不对 他是监语 对吧 那谁去上海 他去上海 所以这一个他 他代表 他是 既是监语 又是主语啊 那我们老师 第二这个句子 这件事 使他彻底放弃了理想 老师们 老师们觉得这个句子对吗 老师们觉得这个句子对吗 对的 我给的这两个句子都是正确的 正确的 那我问老师们 谁放弃理想了 他 对他嘛 对不对 这监语句 就是老师们以后碰到这种监语句 又是过去发生的 或者已经实现的 老师们记住 一定把 要放在第二个动词后面 当然 如果你有三个动词 那就是在第三个了 因为我这边写的 老师们看 是最后一个动词 最后一个 明白吗 比如说 这派 我们使 老师们 这个还有问题吗 监语句的 没有 好的 那这个理解的话 我们就看我们继续的 那是我们看我们这个 第四个 就是越来越复杂的句子了 第四个句子呢 第四种呢 我们说几个句子 如果是一连串的行为动作 一连串的 我们说 乐意呢 我们一般放在 也是最后一个句子的动词后 嗯 来 那我问一下老师们 我们看这个句子啊 弟弟 跑进屋 脱掉鞋子 衣服 拿起了筷子 就吃饭 老师们觉得 这个句子正确吗 对 因为有很多动词 然后他们是 一连串的行为动作 没 不对 如果在最后一句子的动词后 最后就是拿起了 不是吗 那吃饭呢 不是动词 吃饭呢 是的 老师们是这样的 看 都看到了 对不对 跑 是动词 对不对 脱 脱掉 动词 拿起 也是动词 那这个呢 吃饭 也是 对 吃饭也是动词 所以乐在哪里 吃后 吃了饭 对 所以它是 乐在这里啊 在吃饭后面 吃饭它是一个动词啊 我们不要说吃了饭 吃饭就把它当一个动词 嗯 对 就吃饭 弟弟跑进屋嘛 这个不算是乐二吗 嗯 我们说吃饭了 不等于是乐二吗 啊 在这里的话哈 我们只是想说 就是 它表示一系列 一系列的一个动作 如果你想表 因为我们说 无论是乐一 还是乐二 它都有一个用法 是表示过去完成的 对不对 表示过去完成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乐 对 放在这个吃饭后面 放在吃饭后面 它只是表示 前面的这些动作都完成 在这里 我以为了这几个动词就是一个组 然后吃饭属于那个组 那就不对是吧 就要放在最最后的 对 它就放在最最后 是的 放在最最后 因为它是一系列的动作 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动作而已 嗯 如果你想继续说 也可以啊 就是就吃饭了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吃完饭以后 它 比如睡觉什么的 我们这里说吃饭了 那不表示 开始吃饭吗 就是有所变化 就是变化的意思 就是乐二的意思 不是乐意的意思 这里不是完成的意思吧 就开始吃饭了吧 不是这个意思吗 啊 在这里的话 我把这个句子放在这里 就只是想表示 我们就是它不同的动作 就是 第一个动作跑 第二个动作拖 第三个动作拿 第四个动作吃 在这里 我以为意思就是 它先做了一些动作 然后做完了那些动作 就开始做 就 比别的 别的动作 吃饭 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你看 拿筷子是为了吃饭 对吗 但是 但是你拖一 不是为了吃饭 你吃饭也可以不拖 它只是表示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进行而已 做了个准备吧 不是 准备的话 我们得有逻辑 对不对 我不拖衣服 我也可以吃饭 是不是 所以它只是在这里 只是简单的表示一个动作的一个顺序而已 在这里 它没有说这个句子就是表示事情发生变化 老师 我说它这里没有表示事情变化 它不是变化 它只是 一二三四 第四个动作 只是第四个动作 老师 为什么我说是不是乐二 因为这个句子我可以继续说下去 比如说 老师我举个例子 我乐二的 比如说秋天 就是莫斯科的秋天 对不对 秋天到了 树叶 树叶红了 对吗 这个句子老师听得懂 对吧 OK 在这里 就树叶红了 这个句子就是 一叶子变红了 它是发生变化 对吗 发生变化 变成红 这个句子就结束了 这个句子就已经是结束的 就树叶变红就结束了 我不用往下说 但是拿起筷子就吃饭了 然后呢 这个动作是第四个动作 你可以继续 吃了饭以后 或者吃饭以后 然后就睡觉了 都可以再继续下去 因为我们这里说 吃饭了 然后说 这不是乐二 这是乐一 那乐一不是 那个 怎么说 因为吃饭是离合词 离合词的话 如果是动词性的成分 我们不是要放在 就是动词后面 因为是离合词 我是这个意思 就吃了一碗饭这种是吗 对 在这里就是 它是离合词 可以分开 吃盒饭可以分开 但在这里的话 也可以不分开 就是 我拿起筷子就吃饭了 拿起筷子 可以可以 就是 老师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 有时候这乐一和乐二 就是乐二 就是它放在句子最后面 就是 把乐只要放在那里 这个句子就不用继续下去了 老师们明白吗 不用继续了 就是它 无论是发生新变化也好 还是完成也好 已经结束 但是如果是乐一 你说了以后 还想继续下去 那老师请问 如果我们有乐一 比如说动词以后 还有名词 比如说 给作业 或者吃饭 比如说离合词 吃饭 那这个乐一 放在动词后面 还是在名词后面 你说吃饭吗 还是 就这个词 对对对对 吃饭 吃饭 比如说 因为乐一 我们放在动词后面 为什么 也可以放在名词后面 放这个名词后面 你说这个 就是我们 就是有时候 老师们 我们 你就可以直接把吃饭好 你就把它直接当成 一个动词 老师 您第一次是说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吃饭 这就是动词 是吧 是的 是这个意思 对 我们不要把它分开了 就把吃动词 饭名词 不要分开了 你就直接把它当成一个动词 OK 知道了 在这里 因为它比较 因为 有的课本上 因为有的课本上写着说 如果我们有离合词的话 那么 如果要把什么后缀 放在动词后面 那我们就不可以 不可以把这个吃饭当成一个动词 因为是离合词 所以如果我们用乐意这个后缀 那应该把它放在吃后面 所以你说的 我们可能没有 有新的信息 拿起筷子就吃了饭 是吗 你的意思我们明白吧 我是说 有些矛盾 跟离合词有关的矛盾 因为它说 有什么动词性的后缀 应该把它放在动词后面 这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后面 但是你说 我们连离合词 也可以当成 一个动词 就是 因为我知道 就是离合词 最典型的一个词 就是我们说的见面 对不对 最典型的 就是很多学生 是什么 见面了 对吗 我和他见面了 我见面了他 对吗 这种 嗯 是这样的 我们说下了课 我就要去什么什么 我们不说下课了 我们不是说 因为下课也是离合词 对吗 但是这里用乐意 乐意的话 我们说下了课 就去什么什么地方 不是说下课了 就去什么地方 啊 你说下课这个字对吗 下了课我就过去 是吗 比如说下了课 就是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而已 啊 OK 老师们 您就是 您既然说到下课好 我说一下 就刚刚说那个句子 比如说下了课我就过去 对吧 这个句子是对的 对吧 下了课我就过去 但是呢 还有人这样说的 我下课了就过去 是吗 是的 是的 老师我可以肯定告诉你 这个句子可以这样说 嗯 比如说你什么时候来 哎呀我下课了就去 嗯 对他是可以这样说的 比如说我吃饭了 我当然知道 我吃完饭了就去 在中间加了个碗 对不对 或者我吃过饭了就去 好明白了 谢谢老师 不客气 其实汉语中有 有很多就是 比较麻烦 有两个字叫 例外 对有很多例外的一些词 那在这里啊 就是我们可以把 你就把吃饭 就当成一个词吧 我下课了就去 我吃饭了就怎么样 好的 那下面这个简单 我们就不说这个句子 老师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 乐一放在动词加结果补语的后面 这个 第一个 安娜洗干净了衣服 看到这个句子觉得对吗 对啊 OK 那第二个呢 麦克打扫完了教室 也是对的吧 也是对的哈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句子 我这边写的是 麦克打扫完了教室 对不对 那老师们 麦克打扫完教室了 有什么不一样 有老师知道吗 很好的问题 因为这个曾经有别人问过啊 有别人问过我 比如说我去了会议室 我去会议室了 反正就是这种 打扫完了教室 有哪位老师知道呀 一麦克打扫完了教室 二麦克打扫完教室了 跟呼应那个例子 我可以解释 但是这个好像不太好解释 好的 我们其他老师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吗 没有 好吧 那没有的话 我跟老师们说一下啊 这个句子 我可以猜 我可以猜 可能我们 打扫完了教室的话 我们强调的部分 就是结果 教室干净了 有种结果 而且强调的部分是 这个动作完成了 但是如果说 打扫完教室了 可能没有 没有这样的强调 只是说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有了 发生过 但是不强调 不过如果说打扫完 这个完本来就强调是完成了 这个完本来就强调是完成了是吗 所以有点怪怪的 有点怪怪的是吧 来 我相信其他老师们肯定碰到过这种句子 对不对 有人肯定问过你们 来我告诉大家 区别到底在哪里 第一个 迈克打扫完了教室 迈克打扫完了教室呢 就去打扫操场了 就去打扫房间了 就去打扫哪里哪里了 听得懂吗老师 来我告诉大家 就是打扫完了教室 后面你肯定还有话 肯定还有话 迈克打扫完教室 就把扫把放在了 放在了比如说卫生间 可以吗 那我们这里强调的是 我们做完了第一个动作 后来还有别的东西要做的 是吗 对 就是说把了放在这个 结果不于后面的话 就是放到完后面的话 我们后面还有其他句子 但是如果你说的是 迈克打扫完了教室 了 后面就 这个句子就彻底结束了 没有其他的句子了 不用再说了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说打扫完了教室 那表示我们一定要 要继续说什么吗 一般是对 我们就会有继续的话 所以这样的句子 就不能说吗 嗯 所以这样的句子 我们就不能说吗 可以 你说是打扫完了教室 是吗 对 没有什么继续 没有什么继续 可以说 可以说 就是说 你把了放在完后面 你单独用 也可以 如果就是为了 给那个区分 它的区别就是 这个句子后面还可以有 其他的继续 你的动作继续 所以意思上没有什么区别 是吗 对 意思上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真正说话的时候 就是那个句子 就是结束 这个句子没有结束 对 意思是一样的 那么简单 对 就是这么简单 我也问了其他老师 就是我们这个句子 我说 我们如果碰到这个句子 要怎么解释 中国老师 他也是这样认为 就是这个句子 其实没说完 那个句子 把了放在教室后面 他是说完了 那你刚才不是说 我们单独的 也可以用这样 对 就是单独可以用 如果你一定 就是学生 如果非得要问你说 老师 这两个句子 有什么不一样 那你就告诉他 这个句子 后面还可以加其他 那个句子 不可以了 嗯哼 对 谢谢 不客气 那我们老师 我们继续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下面这个 动词呢 加来或者去 加来或者去 没有编语啊 没有编语 我们说乐音 一般呢 放在来或去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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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问 动词我们知道 动词是什么 比如说 老师这种句子 老师有见过吗 动词加来或去的后面 什么问题啊 就是我们第六种啊 就是动词加来去 它没有编语 没有编语 比如说我来了 对不对 我去了 我 这不是啊 我说的这个句子不对啊 我什么去了 我打扫去了 我打扫去了 我打扫 你去哪了 是不是啊 我打扫去了 是的 是的 这种句子的话 就是我们也是 它放在来去的后面啊 放在这个来去后面 但是我们经常用的 其实这种读 下面有编语的 这种是我们经常见的句子 它呢 有两种位置 一种呢 是动词加来去 加勒 再加宾语 就是勒在宾语的前面 勒在宾语的前面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啊 就说下雨勒 妈妈给我送来了一件雨衣 这个句子对吗 对啊 对的对不对 勒放在这个送来 送来 第二个呢 爷爷给他带去了一盒巧克力 它后面都是有冰语的 对不对 巧克力 巧克力 这种句子的话 我们会经常用啊 给谁怎么勒 就是给谁 什么什么勒 什么 比如说 我给 我给爸爸送 我给爸爸买来了一盒烟 可以吗 嗯哼 对 我给爸爸买 买来了一盒烟 对 这是我们这种就是 第一个把勒放在宾语的前面 然后呢 我们下面这种啊 动词加勒加宾语加来去 就是把来去放在最后面了 最后面了 那时候我们看下这句子 你们看下这句子是 你们觉得一样吗 这四个句子 下雨了 妈妈给我送了一件雨衣来 爷爷给他带了一盒巧克力去 老师们你们觉得 对你们来说 这两种表达好 哪种更好 第一个更好 但是我觉得意思不一样吧 嗯 就是老师们 如果是你们就是学习的时候 或者你要介绍给学生的时候 你是觉得第一种容易 还是第二种容易 第一种容易的 对 是不是 OK 是的 我们就是第一个确实容易 因为大家看 它是直接动词和来去 它是一起的 对不对 嗯 这种更容易 那但是我告诉老师们 其实第二种和第一种 它意思是一样的 嗯 它只是把动词和我们的这个 来分开了而已 所以就是让老师们也知道 你会听到有的中国人这样说 下雨了 妈妈给我送了一件雨衣来 所以完全一样嘛 就连差别都没有吗 在这里没有什么差别 差别不大 在这里 可是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嗯 如果不是东西 就是如果病友不是东西 如果地方 比如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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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斤 五字来了 所以我们不能说 半斤来了 五字 对吗 我们只能说 半斤 半斤了五字 来 不好意思 老师您能说一遍吗 我没听清楚 新鲜是这样 我们现在 现在用的 比如带去了 一盒巧克力 只是那个东西 不是地方 对吗 对 如果我们用动词 比如 半斤 距离 或者半斤 五字来 啊 半斤 什么 这里是吗 对对对 啊 半斤这里来 半斤来这里 是吗 对啊 搬进这里来 搬进 那 怎么说 我们 我们搬进来 就比如说这边 对不对 嗯哼 搬来了这里 对吧 比如说搬来了这里 嗯哼 我们 搬了这里来 你想是这样说 是吗 对啊 来 老师们看到这个绿色的了吗 对对对 看绿色了吗 他说 如果 就是我们的边语 就是普通的那种动词 像什么 雨衣巧克力 这种 具体的名词 你可以把它变成第二种 看到了吗 如果 他那个边语 是抽象的名词 刚刚老师你说的 什么这里啊 那啊 或者是 这种非常抽象的名词 我们是不可以的 嗯 地方 对吗 对你比如说我搬来了上海 我搬 我搬上海来了 但这种的话 就是把乐要放后面 嗯哼 所以它不能换啊 就这里是不可以的 在这里 比如说 我 我们 搬来了 上海 对吧 我们 搬 如果你要变成那个句子 我们搬上海 来了 把乐放到最后 嗯哼 老师明白吗 嗯 谢谢明白了 对 嗯哼 知道知道了 好 这是我们第六种 那老师 我们看我们这个 哇 太多了 是不是啊 我们第七种呢 动词呢 加复合 趋向补语 趋向补语 我们说了 有来去 这种词 对不对 进来进去 就叫复合 加乐一呢 有两种位置 一种呢 是动词 加乐一 加趋向补语 我们看一下 你怎么把我的秘密 全说了出来 老师们 你觉得这个句子 你们觉得是对 还是错 对对对 那我再问一下 你们啊 再问一下 那你怎么把我的秘密 全说出来了 就是正确 正确的 肯定是正确的 不是 老师我说了第二个句子 你能够出来就是 那个趋向补语 对吗 对 出来是趋向补语 是的 是的 我的意思 这个句子 我说的 你怎么把我的秘密 全说了 出来 对不对 这个句子正确的 那这个句子呢 这个句子呢 你怎么把我的秘密 全说出来了 也是对的 对吗 是的 是的是的 第二个句子也是对的 第二个句子也是对的 在这两个句子 有什么不一样吗 哪里 你觉得一样吗 这个就麻烦你帮我们解释 等一下 老师们看 看 如果我们把勒 老师们看 如果我们把勒放在这里 这个勒 如果把勒放在这里 那就是 老师们 就是我们这个 看 如果是红色的勒 放在说的后面 我们它突出的一个行为动作 是说 突出的是说这个动作 你怎么把我的秘密 全说出来了 全说出来了 听懂 全说了出来 老师们听得懂吗 它突出的是这个说啊 如果呢 这个勒在后面 如果这个勒在后面 那就是我们第二种 看到了吗 它就是告诉了你这个事情而已 它没有突出这个动作 没有突出 句子一样 句子意思是对的 意思是对的 也一样 但是 你想如果想突出你那个动作 老师们可以用 老师们可以用这个 用这种表达 把勒放在说的后面 如果你只是没有突出 那你就把勒放在出来后面 这个老师们听得明白吗 嗯 明白了 听不来了 这种 这种句子还可以怎么理解 你说我们突出说 或者 不是要突出说 但是 这个句子 理解的方式不是一样吗 那 那比如说 这个句子难 那老师们 我们看第二个句子 你看这个简单的句子 孩子像妈妈跑了过去 对不对 看到了吧 嗯 他 在这里啊 他突出的是跑 他突出的是跑 不是走 不是跳 是跑 是的 不是走 不是跳 他是跑 然后呢 如果你把勒 如果 老师们 如果我们把勒放在这 你们觉得有强调的意思吗 这里有 不是不是 这个句子里面 我们把勒放在跑后面 或者过去后面 我觉得差别比较明显 但是说了出来 或者说出来了 好像差别没有那么明显 是这样的 就是你怎么把我 老师们 你听我读这个句子 你听我读这个句子 你怎么把我的秘密 全说出来了 对 我只是想说 然后呢 如果我把勒放在 说后面 你怎么把我的秘密 全 全说了出来 那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怎么样 汗了出来 汗了出来 或者什么 是这样的 有什么别的选项 老师们 你们就这样理解吧 就是把勒放在后面 你们如果就是想 就是你不想让别人 把你的秘密 说出去 但是他说出去了 然后你当时的 你肯定有点生气 对不对 那你就把勒放在说的后面 把说这个话的时候 你把说这个字 把他的音加重 老师明白了 明白 明白了 把我的秘密全 全说了出来呀 对不对 这是这个意思 如果普通 你怎么把我秘密 全说了出来了 是不是 对 这个勒感觉 这个勒感觉 就在后面了 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在这个句子 可以用两个勒 勒一和勒二 可以吗 可以 说了出来了 对 你怎么把我秘密全 说了出来了 对 可以 这个勒 这个勒 强调 情况改变了 是吗 对 第一个勒 我们就把它当强调 因为它突出行为动作嘛 嗯 然后第二个勒的话 它就没有 它就只是表示 这个事情 已经发生了 完成了 就可以了 谢谢 好了 不客气 老师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勒的用法 它本身就是我们的 汉语中比较难的 因为这一次的话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们勒一 勒一没有说完 如果老师们还感兴趣的话 我们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继续说 我们的勒一和勒二 我们会有很多的练习题 然后来帮助老师们 来帮助老师们 我们就是来理解这个勒一 来理解这个勒一 我给老师们 我给老师们发一个 发一个文件 老师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你们 等一下啊 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做一下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老师们看到了吗 这个勒 收到了 收到了 谢谢 对 我发现这是我们勒的一个练习 就是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错误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呢 我们这里面有练习 如果老师们感兴趣 我们下一次课把勒一讲完 我们会讲这个练习 帮助大家来理解 好吧 老师不好意思 你可以发到微信 可以可以可以 我发到微信 好吧 那老师们 我们今天的话 因为时间 我们就先这样 然后下次欢迎大家 欢迎老师们 我们继续 继续讨论 然后我们继续一起学习 好吗 好啊 谢谢老师 辛苦了 各位老师 老师呢再见 老师 你辛苦 谢谢你 好啊 不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